我是卧槽的猫猫 我是卧槽的猫猫 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 刚刚的警报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恶熟啊 应该上个月才听过吧 有吗有吗 是刚刚那个 我不要学 对啊你不要学 就刚刚那个刮胡 然后你大家中间帮我插入 谢谢导播这样子 对请导播在这边插入 警报的声音 我不想听萌萌重复一遍 好 所以那个外案也是这样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 你们有跟着follow 因为理论上警报 也想说大家其实就要躲起来 就躲到室内 你就不能够在路上走来走去 就是你如果在街上 你要进到室内 或是你要被导引到地下室啊 捡运站等等 像今年其实还有很多 外媒来台湾拍 就是没人没车的画面 像日本的媒体 也有特别来台湾做专题报道 比较国际啊 其实都很关心这件事情 我自己最早 其实对演习的记忆 就真的是幼稚园的时候 老师就带我们躲到那个一个地方 然后就看着路上没人没车 所以小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确实有类似这样子的经验 不是都跟宽起来 继续上数学科吗 然后你的是这样子吗 我的是真的 我们有躲到一个地方 然后就大家就看着说 哦楼下真的是 路上都没有人没有车 然后老师就好好跟大家解释 演习是怎么回事 看来你是有认真 学这个演习的 我想也不是所有台湾人 都有认真学 对 但其实身为台湾人 从小到大 每年都应该是要有 旺安演习 这样子的经验的啦 这个是一个 全国分区进行的防空演习 那目的其实就是为了 让大家演练 如果战争来临 听到警报的时候 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对那这件事情 其实从1978年开始 已经陪台湾人 走过46个年头了 所以也许 所以万安叫万安演习 是因为 在台北市 因为讲万安叫万安嘛 所以叫万安演习 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高雄 是不是叫奇迈演习 应该不是 令人害怕 好对 万安这个万安 应该就是安全的意思吧 安安 对安安演习 安安演习 好 对那所以大家听到 今天的开头 应该就可以想到 今天节目的主题啦 那前两集我们谈了 现代战争的特性 包括灰色地带冲突 跟混合战 这类的概念 那今天这一集 我们就要来谈一下 战争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遇到的情况 那大家都知道啊 万安演习 是防空演习嘛 那目的就是训练 大家说 在听到防空警报的时候 马上躲到室内 这是不是代表 战争来临的时候 民众面对的主要威胁 会是敌军的空袭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 确实在台湾的状态之下 因为我们是个岛嘛 他们把自己 有陆地的军队压过来 所以确实一开始 可能用什么战机啊 轰炸机啊 或是他们通过 就是在境内发射那种飞弹 来攻击我们的城市 不过其实大家 对这种战争情境的想定 想定这个词 意思就是情境啦 对这种战争情境的 一种想法 主要还是基于就是 还是二次大战以来 我们对于战争的想象 就是那种 可能会轰炸机啊 从天上飞过去 然后炸弹 这样掉下来 然后会有对 可能飞机路过的地方 下面就会被炸掉 台北大空袭 之类的 对大家知道台北 有曾经发生过大空袭吗 是谁炸我们呢 欢迎大家留言 告诉我们是哪个国家 那个时候在炸台北 好所以就可能 碰到那种状况的话 就需要民众 赶快躲到防空洞啊 或是地下室去避难 你可以想象说 那个时候演变了 就四十几年来的 这个蜿蜒炎气 也是那个时代下的一个产物 那所以其实现代战争 实际上的情况 已经不会需要 大家都去避难吗 那我知道有一种说法啦 或者是有一种这个 民间大家常常流传 觉得有点紧张的想象 就是导弹洗地嘛 就是说 中国好像有几千颗 飞弹对着台湾啊 然后可以把台湾 全部都炸一遍洗一遍 这样子 会是这样吗 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 换一个角度去想 就是说 如果真的发生 所谓的战争的话 那个画面到底会长怎样 因为呢 其实依据国际的法规啊 像或是日耐亚公约等等的 理论上呢 你交战的双方 不能够无差别的攻击 非作战人员 就是你不能够 理论上 对理论上 你不能够去攻击杀伤 就是一般民众嘛 又不是军人啊 我只是路过这里 为什么我要被炸 所以如果中国真的 无差别的直接攻击 台湾的城市的话 那某些程度 其实国际社会 就有一个很好介入的 介入的理由 所以其实我觉得 一般通常的情况下 其实不用那么担心 所谓的导弹洗地 就是你觉得就是 你在家里没事 你也会被中国的飞弹打到 因为一个原因 当然也是因为 就刚刚讲的嘛 如果中国这样做 那等于他直接跟国际开枪 叫大家来制裁他 但是我觉得 人家还是要 这个思考一下 因为现代战争的空袭 跟以前还是有点不大一样 刚以前想象就是那种 刚刚讲到嘛 那个飞机经过 然后沿路 把把把把把把这样掉 但是现在 因为军事科技的进步 所以其实这个 真的要空袭 要轰炸的话 它可能会很精准的打击 所以它可能就是 过去可能发射 100颗飞弹 空袭就1000颗飞炸弹等等 可能现在可能会是 要担心的是 一发命中要害 所以像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听过 一种可能中国 也会演习这种行为 叫做斩首行动 冰大灯 攻击冰大灯的那种 我看过亚国出任务 你要爆雷 那是历史雷 对啊 这有爆雷吗 冰大灯最后怎么 冰大灯怎么了 对不起 只是在我们的 在中国的情境中 冰大灯就是我国的 可能就我国的元首 或是相关重要的将领 官员等等 所以你要想象 如果中国它发生 这个现代战争的第一集 它可能就会攻打 最重要的政府设施 或是军事机关 那其次呢 就是像一些重要的 关键基础设施 谈换我们的网络 通讯等等 它会针对重点 进行打击 那关键基础设施 通常会有哪一些地方呢 顾铭思议 关键基础设施 就是又关键又基础的设施 谢谢 谢谢 谢谢萌萌的解释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好好解释 好好对不起 回来 其实政府有它的定义 那我先讲一个 比较复杂的定义 就是关键基础设施呢 就是不管工油 或者私有 那或是实体或虚拟 这其实蛮重要 这一些资产 一些设备 那这有可能是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这个有可能是 公家的 公家的电厂 或是私有的 私有的 也许是通讯的一些 比如基地台等等的 实体的 比如说真的是缆线 虚拟的 可能就是像网络的 一些传递等等的 这些如果被破坏 被损害啊 或是 然后就会影响到 整个社会政府的运作 造成这个人民的伤害 或产生损失的话 其实这些东西 会影响国家利益 当然这也很重要 会造成这个损害 就会造成 这些东西被影响的话 它就是我们所谓的 关键基础设施 所以其实很多元啊 刚刚其实第一个想到 我们日常生活 可能会用到什么 让我们可以活下来 比如说电 从电你要从 怎么从发电的一段 一直到你家呢 从发电厂 从便电锁 从供电的那些 电线电缆啊 然后包括可能 发电要用 可能有些油库 电油厂 这是能源的 关键基础设施 水会怎么到你家 或是你一般 现在打开手机 你怎么打电话给别人 或是你要使用网路 它中间经过 哪些重要的节点 包括或是交通 火车高铁铁路啊 等等捷运 还有一些 比较抽象的金融系统 它可能可以破坏 实体的银行的 那个建筑本身 还可以是网路供给 破坏你那个 网路交易啊 或者汇款的一些机制 让你骂 从事交易行为 那当然还有些 很重要的政府机关 或是这个 卧槽办公室附近的总统府 也是关键基础设施 很容易遭到攻击的地方 好的 所以如果战争来的时候 我们不能躲在卧槽办公室 结论是这样子 对 所以大家那时候 也不要来我们办公室 大家离我们远一点 好啦 简单来说就是 这些设施 关键基础设施呢 就是它如果被破坏 它失去功能的话 人民的正常生活 就会受到严重打击 一开战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 中国可能就借由 破坏关键基础设施 来影响我们生活 你可以想象 刚刚不是说 他们飞弹就是 不会洗地 会针对关键打击 好 如果你是中国 你想影响台湾的话 比如说你手上的飞弹 是有限的 你会打哪些地方 如果比如说 我们的电厂被打了 或是我们也很重要的 基地台被攻击了 然后大家没有电 没有办法使用网路 没有办法开冷气 那是不是民众 可能就会说 政府怎么这样子 还有没有冷气吹 然后可能去要求政府说 好啦 所以这个 你们不要再抵抗了 那要求我们政府 赶快投降 这个赶快 就千千和平协议 它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不是做军事 跟军事的作战 它是攻击你的一些设施 它就可以让台湾的民众 反战 投降 不想要打仗 那这样听起来 所以如果 比如说战争发生的时候 我家附近有 变电所 有总统府 之类的 如果我家附近有总统府 可能蛮有钱 不是 比较可能应该会是 有基地台 或者是变电所的 可能性比较高吧 对 这样的话如果真的开战的话 卧槽的办公室 大家要来上班嘛 很好的问题 都是我们远端 然后远端 好了 所以我是要问说 那如果比如说 我家附近有 就我已经找变电所 然后有刚刚讲到的 这些关键基础设施 那我只要远离 就不会受到攻击吗 我觉得 这个一般人 可能就常理判断 那我会说是 但是也不尽然是这样 因为比如说战争的 这个 各种风险 各种变化都很大 理论上 我们的一般平民 当然是能够避开 这些军事目标 确实是比较安全 但是就是台湾就是 台湾不大 而且台湾就是 就是一个都市化 高度都市化的地方 所以你其实从你的家 或是从你上班的地点 你去画一个童心园 画一个圈圈 几百公尺 可能多多少少 都会有一些 就是重要的机构 你无法避免 而且其实就算是 再精准的那种 飞弹啊 攻击等等 它还是有一定的 那种误杀范围 就比如说以卧槽的 这个办公室 这样感觉会透露 我们的位置 好危险 Google就有了 好 对 所以你用我们卧槽办公室 换一个 可能一公里 这样画一个圈的话 五百公尺画一个圈 你会发现说 没有我们旁边超多 就是重要的设施 所以我们当然不是说 希望它打准一点 但是基本上 它想要对这个地方攻击 你可能 我没有直接很近 你可能再稍微一点距离 你还是有可能被波及到 或是如果你真的是 住在机场附近 你住在港口附近 你真的就可能 很容易被波及到 其实它原本不是要攻击你 还有可能会打到民宅 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个部分 我倒是想要提一个点 就是我们的 公门行动指南里面 其实有教大家 制作地图 那这个制作地图上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其实就是除了你要知道 你家附近的演习的时候 可以躲的位置在哪里之外 把那些关键基础设施 标出来也蛮重要的 因为比如说刚刚讲的 这种变电所 因为比如说 总统府 大家可能很快可以知道说 这会被炸 但变电所 如果平常没有好好想这件事 或者是你平常 可能也不会一直去注意 它在哪里 所以做一个地图 然后把它标志起来 然后在日常做这些准备 其实还是蛮必要的 对 而且有时候 它可能就算 不是直接被炸 或是周边被炸 你可能也会知道说 你在你的地图 避难地图标示起来 你可能会知道说 OK 我到时候可能这个道路会不同 我可能要 绕开它 Plan B Plan C 我有一个最安全的一个 通往我想要前进的地方的道路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很必要 对 那防空演习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啦 那虽然现在军事科技很进步 这种战略跟战术 其实好像已经跟以前很不一样了 好像刚刚某某解释 但其实台湾的环境 都市人口很密集 那这种保护安全的 这种事前准备 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防空警报想起 还是至少要知道一下 该躲到什么地方比较安全 对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台湾其实当然针对是 比如说万岸演习啊等等的时候 大家可能只是知道说 OK我们要躲在室内 那没有真的跑去身边的那个防空避难设施等等 但是我觉得大家就可以趁这个机会 就自己想一下 好如果你真的 这次不是演习 这次是真的 那你是不是真的做好准备 说你有准备好一些足够物资啊 然后你知道你要去躲的那个路径在哪里 你也许脑中很快想一下 或者是说你真的有机会 的话实地演练一下 走一下 人会发现说原来我真的到的了 或者说你会发现中间会碰到哪些障碍 这个是大家 走去发现那个门打不开 对对对 所以真的大家要去联系一下 至少从认得那个警报的声音开始 然后开始想 这两集我们谈的比较是无形的战争嘛 那比如说用混合战 挖解抵抗意志等等 但是当空袭警报响起就表示 真的进到就是需要躲避的阶段了啦 那是这种比较真枪实弹或者是真的会面临危险的状况 那所以如果我们听到空袭 接下来就会有登陆战吗 但刚刚又讲说台湾的状况好像不太容易登陆 对因为其实 因为大家可能现在想到最接近的战争画面 会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嘛 毕竟他们是陆陷阶 就是他们有陆地就直接连着 所以他可以继续空袭等等之后 他就直接可以把兵开过去 但台湾是一个海岛 所以如果真的中国要用武力侵略台湾的话 即使有发动空袭 他接下来还是要进行制空权 或者制海权的争夺 那概念就是说 他必须要在海上和空中 就是他们的船舰 还有飞机必须要在掌握他们的军力的优势 因为他们必须有这样的优势之后 他们才能够出动登陆的船舰 再士兵登陆嘛 不然如果你看 他们如果都没有掌握好这些 这些这个制空制海的话 他们栽满了这个解放军的船舰 不就是我们很好的目标吗 这样超划算 如果打掉一个船就 就收获很多韭菜这样 对好 所以说其实那个时候 当然会有会有 你说会有 我们也会有我们的战机舰队 我们也会有防空飞弹 或是反舰的飞弹去反制 所以在那个时候 可能一般民众不会直接 还没有办法 不会直接感受到 就登陆驻弹 好像城镇就会开始 有敌人的士兵 在这边就是攻击我们的 那社会基本上 还是可以维持一定的运作 那我们其实从乌克兰的情况 也可以看得到 政府跟都市 其实都没有 直接因为飞弹轰炸失去功能 比如说不管是首都基辅啦 或者是南方的大臣 奥德萨这些地方的经验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有维持一定的社会机能 所以如果台湾的 这个抵抗意志够坚决 中国光靠飞弹 其实是不足以赢的战争 飞弹洗地论这种 几千个飞弹对准台湾 比较像是心理恐吓 或者是混合战的手法吧 对就是刚刚 我觉得像前期 吉他我们有分享的 就是他最好 对成本最低的方式就是 他也许他不用出动 到他的陆军 到登陆作战 他只用用飞弹 或是用恐吓的方式 让台湾人民如果觉得说 好了我不用打仗了 我又公开投降的话 我要求政府 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 要求政府 然后赶快签和平协议 赶快投降 赶快自己愿意 就是被纳入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用这个方式 逼迫台湾人民 要我们政府投降 放弃自己的主权 那个是对中国 最划算的做法 那当然如果真的 中国打算 就是我就是要 真的要认真侵略 而且他也取得 刚刚讲到了 制空制海权 确实中国还是可能会 考虑发动这个登陆作战 但是我不知道 大家你们有没有搭过 就是去离岛 不是坐飞机 去离岛啊 澎湖金门马祖 如果你们是搭船的话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搭过 那个非常需要 相当刺激 对 那其实是要考量 天气的因素的 而且你想想看 如果你真的是要 做好战争准备 台湾的夏天 你知道台湾夏天 这个台风 台湾现在好像都会绕过去 我们好像有天气 蔡英文要下台了 气候运气一样 会不会其实也可以控制 好不管 就是我们夏天 可能会有台风嘛 那冬天吹 冬尾季风 其实风亡又很大 都不是最理想的登陆事件 所以其实很多天气的考量 而且就是大家 如果稍微知道一点 台湾的历史 就知道台湾海峡 其实真的是 历史上有名的 非常的 对对对 那个海底 海底有非常多 这个我们的祖先们 祖先们 好哦 那所以这样听起来 春天或秋天 有一些季节是风险 比较大 比较危险的吗 对 其实像国内外的智库 其实都有评估啦 大概其实都是春天 和秋末 这段时间 因为秋天一开始的时候 还是可能会有台风嘛 就是在春天 还有秋天 中后段的时候 就一些秋台 大家才已经忘记秋台的存在了 太久没有台风 呸呸呸呸 对对对 赶快敲烫下桌子 对对对 好 对总之会避开 刚刚讲的 那个天后风险比较高的时候 是中国比较可能会发动 登陆作战的时候 所以你大家也可以想象说 那它没有气候的考量之外呢 还有一些地形的考量 所以说你看 以中国如果要真的要 派它的军舰来台湾的话 比较是我们一冲到冲击的 其实还是西半部 跟北部沿海的民众 那因为你看 如果真的它要 大规模的派军队登陆 然后再很多人 啪啪啪啪开到我们台湾这边 然后进行登陆 在这个之前 我们的政府 理论上就应该会对一些 可能要被登陆的弟弟 进行疏散撤离 所以其实你很快 你不会就是真的 就是你在你家门口看着海 然后就看到敌军的这个 这个船开过来 然后真的要登陆 那前提是有选对政府 有在做该做事吗 对不对 对 我选了某一些人就不知道了 对很难讲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 你不会真的说 真的第一线碰到 你应该会提早知道说 是不是真的有登陆的 是情况要发生 因为卫星嘛 其实大家都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 如果看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的话 其实如果有军队集结 就像俄罗斯那个时候 要准备打乌克兰的时候 其实卫星就已经在 拍到他们在军队集结了 所以中国的状况一样 如果真的有在海边 有集结部队啊 或船舰在聚集啊 有明显要准备开战的时候 我们应该就会有些提前知道 我们也会提高战备 或是刚刚提到的 先进行一些疏散撤离等等 所以就是美国会先去 帮大家开塔开图吧 那个情报跟卫星的动态 都先做一些分享这样子吗 对 因为其实我们 台湾其实是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几个雷达战 这个大家可能在新闻上有看过 所以或是卫星的一些影像 其实都可以事先掌握 很难去进行偷袭啦 所以现在战争 不太可能会偷袭 那这种大规模的军队集结 都会被卫星看到 之前好像有一些报道出来 就是美国露了几首 说他好像拍得到中国的某一些照片 或者是集中营的照片之类的 对对对对 所以除非是台湾自己放弃抵抗 不然应该是不太可能 会被突袭登陆措手不及吧 或除非选了一些 没有在做该做的事情的政府 真的 对 所以虽然台湾离中国好像很近 但是有台湾海峡 这样子的先天资源 然后我们在政府的资讯上面 其实也都可以争取一些反应的时间 而且其实如果在 因为我们会提前知道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准备事件 所以在真的登陆战发生之前 台湾应该会进行 后备军人的动员来加入防卫 所以这个你可以想象说 可能这会发生在空袭 因为可能要先空袭之后 那才会争取制空制海权 那才会发生登陆作战 所以你看想象的那个顺序 如果是这样延的话 所以一开始如果飞弹空袭 那政府可能就开始准备说 那我们是不是要准备动员 更多的军人 一起来加入台湾的守备 通常情况你可以想象 就是会发布紧急命令 发布紧急命令的效果 就是有一些行政的措施 可以直接由行政部门来马上决定 就不需要通过立法院 上一次有这样做的时候 就是不是没有 台湾不是没有做过 是在921的时候 因为发生一些大型的灾难 他就必须要调动 调动很多的资源 也许是民间的资源 他可以去征用就是民间的车辆 就是你要来帮忙救灾等等 或是人 他可以说强迫 不是强迫啦 征用大家去协助救灾等等 所以说如果你是有当过义务役 或是你是自愿役的士兵 基本上如果你在36岁以内的话 你都有可能会被征召 到时候在那个方动开战的话 那当然如果你有是更高的群体的话 你可能到50岁 都还有可能被那个 成为后备军人 然后被征召 不过这到底是不是需要 你说什么时候开始征召 或是到底要征召多少人 除了军事的判断 我觉得还是有很重要一点 是政治上的判断 乌克兰情境也可以跟台湾做比较 因为现在我们那时候 我们现在看乌克兰他们对于 对俄罗斯的抵抗是很决绝 很有决心的 但是其实在开战之前的时候 斯兰斯基就是乌克兰总统 在战争之前 没有一开始就那么强硬 也是因为要考量很多明星士气 或是大家会不会太多担心 所以在真的俄罗斯发动攻击之前 真的开战之前 他并没有去做预备的动员 即使那时候美国 也不断地在讲说 俄罗斯要打 俄罗斯要打等等 所以我觉得台湾 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台湾碰到类似的情境 也许刚有一串步骤 空袭 然后制空制海圈 然后可能准备登陆 然后登陆作战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政府下令 真的要全国动员的话 因为你要抽走 大家可能说 我在上班 你真的要打了吗 你干嘛征召 叫我不能上班 经济是很想 或是会有人会想说 这么严重要开战 政治上可能会造成一些动荡 政府会不会因此 做出其他考量 算了我不要动员好了 我再想想看 所以这个真的很考验 政治领导人的判断 战争来临的时候 民众可能会需要躲避空袭 就要配合政府进行疏散 那这些后备军人 可能就要准备抗敌 那这一切的安排 其实好像都跟政府 怎么做决定很有关系 但是每次谈到抗敌 因为台湾毕竟是民主国家 大家都有言论自由 所以就会有一些人出来 主张说不要抵抗 要和平 不要战争 等等的 相关的新闻应该蛮多 所以如果台湾遭侵略 或是威胁的话 其实应该可以想象 内部大概会 先吵成一团吧 比如说最近又看到 有里长什么刊登广告 说要和平 不要战争 我的孙子才两岁之类的 这相关的新闻连结 大家可以在网路上参考 所以台湾的状况 其实蛮尴尬 可能就是一直会有人用 和平啊 或反侵略之类的 来当理由 我刚刚其实想到的时候 我印象说那个 孙子才两岁的 那个看板好像挂了半年多了 孙子是快三岁 谢谢你关心 孙子的年纪 总不能一直 孙子总不能一直挺 我再两个岁吧 好啦 对不起 因为我觉得就是 当然没有人想要战争 但是我们要回头 想到台湾的处境是 我们并不是去 什么反攻大陆 去侵略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方 我们是要守护 我们自己的家人 并不是我们去打边 所以如果我们要反战 如果我们要和平 我们是那个被害人 我们要喊话的对象 其实应该是对侵略者 喊话要去反侵略 要去抵抗侵略者 保护自己 这才是对我们的和平 反战应该要跟习近平讲 怎么会谴责受害者呢 对对 所以那种比较偏向 投降主义的这种 说我们要和平 我们不要跟别人骑阵子 这个其实反而是 中国想要看到的 就刚刚 就包括我们前两集提到 还有刚刚所提到的 你光是飞弹空袭轰炸台湾 其实主要台湾人 不愿意投降 他其实并没有办法 真的做什么 他要登陆 很困难很多前提 然后中间会被发现 又会被我们动员 然后还要经过台湾的黑水沟 他真的比如说 一万个人送 有多少人能够成功登陆 可能非常的少 他对他们人最理想的状态是 就是台湾自己的内部的 民心士气崩溃 然后自己愿意投降 离英外合 他就可以用最低的成本 夺到台湾 那其实我们 前两集有提到的 就是说 俄罗斯他们过去 在2014年就一次成功的 入侵乌克兰 他们就是透过 在地协力者的配合 去配合俄罗斯 做一些措施 当那种带路挡杀 就是协助他俄罗斯 乌克兰的在地 亲俄罗斯的人 协助俄罗斯的侵略者 让他们快速的占领 克里米亚 还有乌克兰东部的一些地区 乌克兰版张安乐之类的 乌克兰版张安乐 没有我在想那个造型 就是张安乐 然后是乌克兰的造型 好对不起 回来 总之大家其实不要觉得说 这个东西好像讲 是什么第五重队 红色队伍 是一个很贴标签的做法 这个事情 但我们不希望大家乱贴标签 但是真的如果发生战争 或是即将发生战争的话 这些事情都是可能存在的 不管是在乌克兰 或是在台湾 都可能会发生 所以其实在如果真的中国 要开始侵略台湾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想象 就可以跟俄罗斯 和乌克兰的状况一样 在要开战的前期 他们可能就会策动台湾的一些 我们叫做内应 或是在地系列这样 他们可能就开始发动 从台湾内部发动攻击 有可能是政治人物 政党 媒体 企业家 甚至就是这个 这个什么 地方投人 那原来说黑道等等 他们可能就会聚集这些人 也许先开始宣扬 就是说我们不要战争 我们不要抵抗 或是透过之间 去在各地造成一些自然事件 让台湾的政府 可能在这边就疲于奔命 没办法直接很有效率 去对抗中国入侵 听起来前面这些事情 好像现在已经有发生蛮多的 比如说前阵子好像 我就刚好有路过 好像就有一些团体 在台北宾馆前面 抗议讲说什么 赖清德又要去美国交保护费 然后我们不要买军武 要和平之类的 所以好像不只是战争开始前 好像在更早之前 比如现在台湾这个阶段 就会做一些事 对 因为对中国而言 刚刚也提到 就是他如果真的纯粹的战争手段 他其实成本很高 风险很高 他派的军队 他的发射飞弹 也不仅能够躲下来 他可能还要死很多人 然后如果没有成功打印 或者说他的成本太高了 他们国内倒是政治动荡 如果是习近平做的决策 他说明会被推翻也不一定 所以他必须要能够控制这个事情 往他想要的方向发生 所以我就有个概念 就是大家可以想起来 就是说在军队 三军未动之前 舆论可能会先行 就是舆论战会先开始 所以在战争 就是自己的战争是讲说 就是连空袭 什么这些都还没有发生之前 可能就会协同中国 很多在台湾的在地和竭力者 就开始进行舆论战 然后影响大家说 这个我们要抵抗的决心等等 就不会团结起来 所以像现在很多 其实近期有很多发现 就是有些人会透过 台湾的社群媒体 或是一些网络论坛 他们会用一些假账号 或是到来的账号 去发一些 就是影响我们台湾舆论的事情 有扑扑吗 最近发现的那些 对对对 他们就会发现 就是说有些PTT账号 他可能说 当时已经七年十年没有发文 然后突然被盗用 然后去发一个 就是假的讯息 说我们可能 跟国际有些什么样的约定 其实是假的等等的 透过这个方式 来破坏我们台湾内部的团结 然后让大家觉得说 台湾都那么乱了 那我们还是不要抵抗好了 还是跟大家 跟中国好好合作 成人两岸一家庭 通俗一个中国 我们不是国家也没关系 用这样子来避免战争 那除了这种舆论战之外 还有一种可能是 他们动员这些战争之后 发动政治集会 然后组织一些抗争运动 上政府施加就是说 确定也有提到 就是说像 真的会实体的聚集起来 去抗议什么 去抗议就是说 我们不要跟美国买军事武器 我们不要抵抗中国的入侵 我们很好 我们加入中国的就好 中华民国 这个民族的伟大复兴 不是很棒吗 所以组织的运动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像之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这个好久了 十年前 十年前的 太阳化运动的时候 那个时候 除了有学生在 立法院抗争之外 其实那个统促党 还有白狼张安乐 就是黑道背景的 亲中国的这些团体 他们其实就发动一群人 就是黑道分子 去立法院闹场 然后挑起中途 那如果想象说 这个事情 如果是在全台湾各地 都发生的话 台湾政府同时要回应舆论 然后可能要去安抚 要去想办法去处理 这些实体的抗争 要去调动警察 去维持社会秩序 在这个同时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中国可能有透过他的大外宣 去截取一些画面 说台湾人也希望和平 台湾人也希望中国同志 很多人 台湾人都支持两岸一家亲 只有少数人 是在从中作梗 是才有想要反抗 这是美国煽动的 所以当这个故事扬起来之后 中国就有开明的理由说 我现在去打台湾 我是内政问题 为什么 我是要出兵评乱 因为他们内部已经动荡了 少数一小撮的台独分子在搞乱 我是要出兵 把这些叛乱分子给平定 这是内政问题 你们其他国家不能够干预 我觉得因为台湾是民族国家 所以对我们来说 真的最尴尬的事情 就是这些红色队伍 可能会利用言论自由 集会游行自由 去制造这种民意 很支持中国统一台湾的假象 那这样中国就可以主张 自己不是侵略者 然后有合理的出兵理由 那对国际来说 他如果要出手干预 其实也会变得比较尴尬 对 所以其实像 我觉得一样跟俄罗斯的意思一样 所以俄罗斯 这次如亲乌克兰 他们一直签调 他们这不是开战 他们是军事特别行动 所以他们不是开战 他们是要去 因为乌克兰 有些什么极端的 什么纳粹主制 历史上好像很多单位都是 这种说法 就是他们会帮自己 包装一个理由去宣传 不管对于内部的宣传 或对于国际的宣传 来满足他们这个 开战的正当性 我们必须要保证 这件事情不会发生 而且还有这种 更尴尬的状况是说 刚刚前闹的可能都是 制造舆论 或是在街头抗争 但万一比如说 这些在地协力社 所谓的红色队伍 他是真的去搞破坏 他们比如破坏什么 去破坏刚刚提到的 关键基础设施 比如说发电厂 便电所 水厂水库 基地台等等 那他就东一块西一块 去破坏这些 我们的维持运作 重要机能的这些设施 他真的会 可能会让我们的政府 疲于奔命 所以你看你就只能是 军队还要一方面 可能落实能开战 要第一线要抗敌 后方又有人 在这个破坏基础设施 在我们政府就两边 就是内外夹体 就很困难去防守 所以其实我必须说 政府现在还是有 在稍微的去 在政策上 在法律上做些改变 今年其实 如果大家有看沃潮的报道的话 我们这个相关的报道连结 报道连结再放在 这个资讯栏 欢迎跟大家按赞留言 分享订阅 开启小铃铛 OK 所以有些修法 就是过去能破坏 关键基础设施的 这些规定行则罚则 并没有那么高 现在我们要加强 让你提高这些东西 你破坏的这个刑罚 所以像很多东西 也被纳入 像我不知道大家 前一阵子有没有印象 就是海南 就是我们对国 因为我们是个岛 所以如果我们 就算是网络设施 我们有些海底电缆 是我们就传递 这些光线 这个网络讯息的地方 这种时候被中国的渔船 所谓的渔船给破坏 它这样破坏就跑了 怎么办 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 我们的这很多的法规的运作 让这些 他说不小心破坏的 我们可以去处罚它 所以这些法律上的更改 纳入这提高法则 纳入更多的关键基础设施 被保护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且战争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人手 不能全部都叫军队 还有额外的人 去保护这些关键基础设施 那我们今天谈的一些 战争发生的时候 民众可能会遇到的情况 包括空袭 实施动员 或是测定地区的民众被疏散 或者是红色队伍的 内部威胁之类的 那下一集我们会来聊一下说 作为一个普通人 战争发生的时候 要如何应变跟自保 跟怎么应对战争时的 可能的风险 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咯 《卧草民房共和什么事》 是一个讨论民房议题的节目 我们希望让民房议题 变得有趣生活化 让更多人一起了解 全民房议的重要性 欢迎把节目资讯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今天聊到的 卧草文章连结 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follow 卧草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以及我们的Podcast频道 那大家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